我是来实话实说 我对某29万有土博没有任何意见 实叫影片是好的 但我脑喷真的超废 还是要给你点面子啦 为什么要扯主客观我只是来讨拍 哈喽 我是梅路利亚 说实话这部影片真的超级危险 毫无疑问只要这部影片发出去 我就会得罪某个29万有土博 跟支持他的1000多人的同温小圈圈 还有可能害我走在路上被揍 在这边我要先表明 支持这位有土博的观众 我绝对不会说你们任何坏话 影片的主角绝对不会是你们 回到正题 任何平台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网红 多半不会自己狠赢 还去喷某款游戏 被观众们喷烂后 还想去找大佬实抗主讨拍 等到被大佬实抗主嘴了三小时后 仍然没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为了让看这部影片的观众不要听信 为了让观看这部影片的观众有正确的认知 今天这集影片会整理出实相我个人的经验 不包含网友提供的任何优点 整理的顺序不代表优劣程度 只代表当时的整理顺序 还有 这集影片是在讲优点 不要跟我说为什么都不提缺点 在影片开始前 先来介绍本次影片的干爹 全网最大的电子书平台 相信来看到这支影片的各位 应该都不只玩一款手游吧 万一你手上有45678款手游 还要吃瓜 当欢愚信徒 看影片 看动画 玩游戏 再加上你还有各种事情要做 你的时间 够吗 有人说每日10分钟就可以搞定 错 在不打模拟宇宙等情况下 每日任务甚至连5分钟都可以不用 就连隔壁公邻 有可罗妈妈的日记本有扫荡 可能都没办法那么快搞定每日任务 更不用说其他什么逆机 未然荡案了 如果你说每天5分钟 7天35分钟 加上模拟宇宙15分钟好了 一周不含活动也只需要50分钟 而且处理这些东西的时间 是可以利用你平常通勤 上厕所或是吃饭时的空前时间来处理的 这却长时间来看游玩时速 当然比那些单机游戏还长 但这种可以排解空前时间的娱乐 不就是手游的其中一项优点吗 所以在看影片的各位 应该是不可能放弃手游的啦 接着说到作业感 基本上手游的作业感一定会有 重不重就看各位是抱持着 什么心态来玩手游的 重不代表它一定不好玩 不重也不代表它一定好玩 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 以我自己为例 通常我只有在一天内 需要执行超过5次以上的重复动作 在同一款游戏时 才会觉得有比较大的作业感 像是在什么字塔刷卡片 FGO刷活动周回 马良甘活动分数 废人跑迷宫 暗影思张打大赛等 几乎都是在限时活动时 才会给我作业感 但我会觉得这些游戏不好玩吗 我只能说我没有觉得 谁真的毫无可取之处 因为真要是这样 我也不会继续玩下去了 回到崩帖 前面说过每天5分钟 再加上它有Ato 也就是说实际上 有盯住游戏的时间 可能大概甚至不到1分钟 至少对我而言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业感啊 而整体吸引力这点完全是看个人 像我就比较不喜欢 即时战斗像是 绝地求生之类的 但像回合制 漏个类 类渐远这种我就会比较喜欢 再加上崩帖的女角门 虽然远不及逆击 必然航线 但由于崩帖是款3D游戏 所以不论是在角色奔跑时 战斗时 或是被攻击时 那若影若现的底库 或是某些不会让晃动的感觉 都透露出一种 不会太直接的色气感 再配合作角色本身的性格 又蛮讨喜的 就让我渐渐喜欢上崩帖 打个比方好了 希望我这样讲 你们不要生气 玩必然临机就好像嫖妓一样 时不时出的新角色 会给我一种很直接的刺激感 看到正乃子屁股 小头直接不受控制 马上就想抽一只出来 不过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就几乎只会停留在他狠色而已 而不太会真的深入了解他们 而崩帖就像是那种 已经结婚一阵子的老婆 虽然已经过了热恋期 但还是蛮喜欢他的这种感觉 我相信各位应该也会有这种正宫休闲娱乐啦 只是不一定是玩崩帖而已 文本的好坏跟粗饭一样 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坏 基本上评价应该都超级主观 但就有这个没看很多书的 没什么文学造诣的人的言 崩帖的支线故事是蛮戳中我的 但主线的话 以后有机会再来分享好了 而没有skip这点 毕竟有些剧情 我真的就不是那么有兴趣 但有些剧情又是出乎我意料的不错 所以就有点双面认啦 像是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的林可 玉空 卡妈 义父 花火等角色的同行剧情 或是霍霍的抓鬼活动 软眉的猫术活动等等 这些任务或是活动我个人都蛮喜欢的 有的欢愉 有的搞笑 有的感人 有的乱蒙 其实有时已经猜到剧情走向 但当我沉浸在剧情里时 依旧还是会被角色们的情绪给感染到 依旧还是会为了这个角色流下眼泪 依旧还是会因为达成目标而感到高兴 但以上就我自己而言啦 也许是我自己共感能力比较好 所以比较容易被角色们感染也说不定 而且剧情演出 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所有手游里 数一数二好的 更新频率也非常稳定 虽然说产出的剧情量 以及品质可能不是那么稳定 但基本上都有个底 所以也不至于让人苦苦等不到 如果只玩主线和活动 其实也不用管什么主十条 副十条杀小的 反正你就穿一套自己觉得OK的二加二或四件套 基本上就可以随便打了 甚至你行际五六等 光追四十五十等 只要角色有练 主线应该也都可以蛮简单的过去 但是 就是这个但是 我想大部分人多多少会去摸一下 忘却之庭或最近开的虚构叙事 那的却就会需要去确保一下 自己的气的主持条了 总不可能奶妈带攻击一攻击鞋 或是输出带增加回复量之类的吧 基本上你就了解一下你的角色的运作机制 然后去刷适合他的主持条的二加二或四件套 虽然不是没有 但老实说除非你是要追求一个最顶的完美毕业的强迫症玩家 不然我想其实只要你主持条队 角色的配对思路正确 基本上高难拿个八九层石头或甚至全满 应该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真的很非洲连主持条都刷不到的话 光起还很好心的在每个版本活动 都会送你一个可以自选仪器主持条的道具 你自己选总不可能还拿不到了吧 这个点一样也是围绕在高难上 我必须说YT上的攻略跟B站比 真的不是很多 但也不是没有 也是会有一些大佬示范用平民角全通高难 不过老实说我自己是没有超过啦 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摸索在失败中学习的感觉 但我还是有看过不少作业是真的感觉蛮好 超前蛮平民的作业 好哦 那先撇除作业不谈 基本上崩帖的高难 如果你不硬要跨属去打 而是乖乖都用弱点属性去打 然后了解自己使用的角色们 以及高难特殊的机制的话 要四星角全通应该不是太难的事 毕竟崩帖本至上还是一个弱点击破类型的回合制游戏 再加上目前普遍来说四星角也不弱 像是一开始就送你的站长艾斯达黑塔 或是活动送的清雀玉空灵可跟目前登陆送的真理医生 其实都蛮想的 所以其实这要说的话 我认为跟宇宙神游差不多 只不过宇宙神游的作业的多元性可能更多一点 毕竟角色本来就比较多 回到崩帖的高难 其实崩帖本身高难的设计 就是给我认真研究的玩家的一个回馈 而且其实前面十关也根本没什么难度 真要说的话 最后两关你少拿这120颗 甚至连一抽都不到 你真要要抱大腿的话 我想不论是忘却 还是虚构的难度 就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目前的难度绝对是有设计过 让大部分只有林佳林的认真研究的玩家 能够满星通关的 而且我相信无刻满星的人绝对不少 甚至越卡档 应该都可以蛮轻松满星的 这点老实说也是高难取向啦 像是三大奶嘛 也只不过是在高难有更多发挥而已 我自己前期只有那塔火组三月七推图时 还不是玩得好好的 但你要说后来抽了浮悬有没有更好过 有 确实有 但我打大部分关卡奥特本来就不会死 让我真正有游戏舒适程度增加的 反而是到蛮后期 我去打重灾物的时候 才让我真的觉得花石头下去 有大幅改善我的游戏体验 以生存位来说 大概就是在你奥特时 更加安心的一个存在 再加上目前三大奶妈给的增伤其实也不少 所以抽生存位的却是蛮不错的选择 但我觉得以强度来说 倒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必抽 而回灭三四我觉得更是没有到必抽的等级 先不说这三个里面有两个四棒子 前面讲过奔铁本至上 是一款弱点击破的游戏 所以像风鼠弱点 你就可以拿冷灭小青龙 虚出弱点 你就可以拿一副或是预空 冰鼠弱点 你可以拿黑塔三月七 或是近期有小镜尔支撑的米莎来打 在你练度足够的情况下 输出也绝对足够打满高难了啦 最后是辅助位 老实说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非常喜欢模拟宇宙的玩家 那冷眉确实是必抽 没什么好说的 但如果你没有特别喜欢模拟宇宙 也不喜欢冷眉的话 不抽其实也还好 反正四星的辅助 像预空庭云 艾斯达寒压 或是虚无的佩拉都蛮强的 你就看队伍跟关卡的情况去学用就好 不过有没有冷眉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游戏体验了 我想 未来的花火应该也是差不多等级的人犬角 未来我主观频道目前2.0为止真的必抽的角色 大概也只有0加0的浮旋软眉吧 其余角色我觉得就看有没有对到性癖吧 如果喜欢帅跟那可以抽罗沙拉2加0影乐银姿 喜欢玉姐可以抽镜流黑天鹅 喜欢罗莉可以抽霍霍银狼 想当妈宝可以抽卡妈 喜欢不受控制可以抽杖杖 想调教词小鬼可以抽花火 总之就是看你的性癖去抽 毕竟强度只是意思的 而性癖则是永远的 说实在的有类似礼装系统的游戏很多 我自己有玩的就像是FGO马娘原神 如果说角色跟武器是同一词 但彼此之间几率跟保底是不互充 譬如说你抽70抽可以保到一个装武 再多10连到80抽可以保一个角色 让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啊 但根本不可能游戏公司又不是做慈善 所以以赚钱来讲 把武器跟角色分开抽的却是一个比较赚钱 又比较能被玩家接受的一个方式 除非你是宇宙神游 那就另当别论 回到绷铁装武本身 其实大部分抽装武也都是为了高篮取向而抽 而且抽装武的CP值也没有比你抽角色来得高 再加上其实游戏内也都有强力的免费五星光追可以拿 像我自己符悬就是用记忆的资料 隐悦用技为心神的陨落 我自己觉得都玩得挺舒服的 真的让我觉得必抽的光追大概也就只有卡妈的只需等待 毕竟我在绷铁的初恋就是卡妈 作为一个合格的马宝 当然是要把装武也一起抽出来 总之绷铁装武既不像是原成可能再大把歪格必知 又不用像是FGO宝石翁或黑杯加倍次数用一只手术的出来 再加上普遍都有不错的效位替代 所以要不要抽 我觉得也是看你对这角色有没有爱啦 我觉得绷铁虽然跟公主连接什么 这塔比的却称不上是佛星 但每个月都可以拿到90到100抽左右的抽数 像我12月大概就拿了110抽 1月拿了90抽 2月到目前我写稿的15号为止 也已经拿到120抽了 这样的数字我只能说跟我玩过的大多数手 有比真的送的蛮多的了 甚至于到大宝的时间长度来看 也完全不输公主连接 而以机率来说 我自己使用微信的崩铁工坊去做统计后 平均出金的机率是60.5抽 也就是1.65% 就是蛮正常的一个机率啦 然后有44.4%的机率小宝不歪 应该也是蛮一般的啦 总之我个人体感上崩铁并没有特别难抽 而且送的又蛮多的 再加上如果你大小月卡都有课的话 基本上连续抽个几只0加0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再来是科金抽数问题 基本上一单50抽 跟大多数游戏一样 像是宇宙神有马娘公主连接未然档案 都是这个抽数 所以其实也没特别贵 当然我建议各位可以跨区刷日币 目前一单只要2500台币左右 至于要怎么跨区呢 没错就是我们的surf 不论是宝具 命座 星魂 多数是面上手游都有这种 需要抽取相同角色来提升角色素质 以换取更好游戏体验的抽卡机制存在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但厂商毕竟也还是要赚钱的 在此我就不再特别批汗这个系统了 回到崩铁 大多数五星角色其实0加0就可以爽用了 少数12加0会改变角色操作机制的先不谈 对没错我就说再说你隐悦像是三大奶吗 除了隐悦的毁灭2C或是通用辅助轮媒等等都只需要0加0 就会有完整的游戏体验 更何况结合前面所讲的一个月送你90抽 如果你不是随便认抽的话 而是有规划且合理的分配 基本上三个版本抽两个0加0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那要用这些0加0限定角打满高难 基本上也不会太难啦 作为一款回合式的手机游戏 邦尼毕竟开服至今不到一年 素材种类老师说 我觉得不多 看看隔壁宇宙神游未然档案或公主连结 那个素材种类才是真的多啊 而且作为近代手有个auto是基本中的基本 虽然没有扫档 但打素材也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 在练脚方面 初期如果你把资源先投资在爱脚身上 我是觉得没差 反正你前期也不会去打高难 到了中期假设你真的投资了8只爱脚 把他们都练满 以目前崩铁的游戏角色来说 老实说我觉得其实都完全没问题 只不过忘却 可能只能拿个24星之类的 反正拿不买也是合理 那到了后期 我想大部分玩家这时的队伍应该也都已经成型 对于游戏的机制就算不看攻略 应该也至少懂个七八成了 时时的你的爱脚也都练上去后 除非你根本不玩游戏 属性的角色应该蛮简单的 再者也并非所有技能都要点到满等才能用 就像是隔壁宇宙神游 你也不太可能 我是说不太可能把所有角色都练到实实实 有些技能甚至一等就可以用 升上去其实意义不大 弯铁也是一样的道理 某些角色的普攻可能根本不用点 或是战绩只要点到6等 就达到了增伤幅度的边际效应的最大值 所以说如果你不看攻略 但稍微一点点认真来玩这个游戏的话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资源太过缺乏 或不知道怎么练脚的问题 基本上我认为崩帖有7层左右的讨论 是建构在这个高难之上的 像是角色光追出去建议 一气词调刷取建议之类的 都是想让玩家们更加舒服 更加轻松地打过当期的高难 毕竟如果你每次都打满 就都可以拿到720颗 让你一个月大约多了9抽 而9抽我认为给我认真想研究的玩家 当作是奖励一点都不过分 而且实际上就算你真的很运好了 但只要你练度到了 前面不要讲10关 倒第8关应该都蛮容易的 所以实际上跟那些认真研究 打满新玩家相比 你也只不过每个月只少了3抽而已 如果说3抽对你来说 想对不夺感真的很重的话 让我建议你可以把自己 关在小黑屋与世隔绝 什么都不要碰都不要玩不要接触 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啦 总结来说 崩帖我个人觉得好玩的大致有3 1 支线精彩引人入胜 2 高难增加游戏难度 奖励也给了恰到好处 3 抽爱脚也可以爽玩 我希望未来绝区临出之后 仍然保留以上这些优点 并且把一些在崩田内的问题 稍微改善一下 做出一个大家都觉得超棒的游戏啦 最后还是来对近期某游土博的事件 发表一点点简单的看法 就一句话 菜就多练不要在那秀下线 好啦 那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边 各位也欢迎在下方 留下自己喜欢崩田的哪些点 如果说回响够好的话 我也许可以出一个 真崩田十大雷点 希望借使大家可以下手轻一点 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血壳啊 啊 不小心讲出来了